好,现在已经是2023年底了 那么回顾一下大疆今年出了几款无人机 分别有Mini 4 Pro、R3、Mavic 3 Pro、U3 那么又到了做抉择的时候了 那就是到底哪个无人机是2023年年度最佳无人机呢? 首先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标准去判断这个最佳无人机 那么我的标准就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无人机 而且是功能必须得贴近大众化需求的 所以我的标准呢,就是我们需要选出一个平民年度最佳无人机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排除U3 还有Mavic 3 Pro基本上也可以排除 因为我觉得是第一,它的价钱是比较有差别的 然后第二,功能上来说呢 很多其实我们大多数普通人都不会需要 除非你是专业拍摄纪录片、广告拍摄等等专业拍摄呢 我觉得Mavic 3 Pro才是比较适合的飞机 所以这一次我们真正要比较的呢 就是Mini 4 Pro还有这个R3 那么这一次既然是以平民角度去比较 我们一样要分成五大项目来比较的 分别是第一,重量 那么第二,化质 第三,功能 第四,电池续航 还有最后一个呢,是价格了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呢,就是重量了 为什么我要把重量放在第一位 因为我觉得重量完全会决定你带无人机出去的意愿 怎么说呢,如果你拥有的无人机是方便小型的无人机 那么带出去时,就不会增加你拍摄或者是旅途上的负担 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更加愿意带你的无人机出去拍摄呢? 又或者是说你所在的这个区域,墙风是比较多 你需要更加稳定的飞行能力 那么你是不是不会在意无人机的大小机型呢? 没错,Mini 4 Pro加上普通版的电池的重量呢,只是249克 那么加上长续航电池呢,也只是接近300克的重量而已 那么RF3是包括电池是720克的 其实在我还没使用RF3之前呢,我的观点一直都是觉得越轻越好 带出去呢,会比较方便的 但是最近开始使用了RF3之后呢,我改变了主意 因为RF3鞋带时呢,虽然你说有重量 但是因为它是有这个鞋带包的 鞋带起来呢,也不会说不方便 反正Mini 4 Pro也是一样要带一个鞋带的包 而且飞行时呢,稳定度其实我真的可以直接分辨得出呢 是两款无人机是有一些差别的 尤其是攀升和下降的速度 RF3呢,都会比Mini 4 Pro快上一些些 但是不代表说Mini 4 Pro是比较慢 只是相对来说呢,RF3会快一些 当然肯定了,如果你所在的强风地区呢,是需要更加稳定的 飞行能力,那么我肯定是首推RF3 但是试问有多少人是真正的会时常在极端的天气下进行飞行呢 那么我这个呢,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判断了 我觉得重量这一块还要看另外一个因素 那就是你鞋带的时长和旅途的时间 如果你需要长时间一直把无人机背在身上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是直接购买这个Mini 4 Pro就好了 如果你是长时间需要鞋带的 但是不需要背在你身上的话 比如说你是去到目的地都是使用车辆的话 那么我觉得RF3是你的选择 因为这关系到它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双焦断镜头了 这一点我们之后会再深入聊一聊 总之要记得根据自己携带的能力去选择 那么接下去我们看看第二个就是画质了 这里直接让大家看一下两个无人机的画面比较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刚刚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些Mini 4 Pro和R3的画面比较了 基本上手机看的话你不会分辨得出太大的分别 因为它们的传感器都是一样的1.3英寸 R3的两个镜头都是一样1.3英寸的传感器 只是一个焦段是24mm f1.7 另外一个焦段是70mm f2.8 所以真正区别画面感的是R3上面的中长焦70mm镜头 因为中长焦的画面压缩感可以让你的主体的背景压缩 看起来离主体更近 尤其是环绕时会有更加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这样的效果是在Mini 4 Pro上是打不到的 因为Mini 4 Pro只是有一个广角 就是24mm 所以画面感上来说我肯定倾向于R3 但是有一些Mini 4 Pro的功能是R3没有的 而且两个无人机一样是可以拍摄D-LogM 就是10bit的画质 然后动态范围当然也是会更加好 基本上除了70mm的焦段之外 其他我觉得两个无人机都是很不错的这些功能 既然说到了他们的功能 那这里我们先来说说他们共同拥有的功能 比如说是录像 摄像 夜景拍摄 大视镜头 一键短片 航电 飞行 延时摄影 球形拍照等等 这两款无人机都是拥有这些所有的功能的 而且最近这两款无人机都升级了最新的固件之后 都一样拥有了飞行辅助影像功能 就是所谓的倒车影像了 这对于环绕后退运镜是真的非常大的帮助 左下角打开地图之后 往右或者往左滑就能打开我们的黑白的影像了 这些黑白的影像就是由我们的无人机的四个 鱼眼镜头所拍摄到的画面了 你的无人机在飞往哪个方向呢 就会出现那个方向的影像了 比如说你是向右的话 我们会自动我们的影像会转换去右边的影像 或者你向后退的话呢 我们的影像自动换成后方的影像 或者是如果你要固定某一个方向的这个影像的话呢 你只要长按这里的箭头 就能锁定影像的方向了 那么我个人觉得倒车影像是非常有必要的辅助功能 虽然我们说两款无人机都有全向避障 但是这个辅助影像呢 是直接可以利用我们的避障的鱼眼呢 观看前后左右的影像 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太过依赖避障的传感器了 因为大多数时候避障的传感器呢 都是接近了障碍物时 才会开始出现警告的信号 但是有了这个影像辅助 我们可以直接看着屏幕呢 观测到远方的障碍物 进而可以提早预估我们可以飞行的距离 我个人觉得最明显提升的安全性呢 就是环绕运镜了 以前时常在环绕时 最多人炸击的就是左右有障碍物 却直接撞上去 但是现在有了道成影像呢 我相信绝对会大大的降低炸击的危险了 基本上我也不会把这个影像辅助呢 打开前面的方向 因为呢我觉得前面已经有了我们的镜头 在看着前方 所以真正的是左边 右边或者是后方呢 才是你需要去注意的 然后两款无人机呢 也一样是拥有自动追踪主体的功能 而且追踪人物时呢 还可以选择这个自动模式的 那么无人机会根据不同的速度 或者场景 自动环绕主体 做出一些不一样的追踪的运镜 比如说我现在示范呢 是走在路上 然后呢选择自动跟踪之后 进入自动模式 那么无人机呢 会自己利用全向避障传感器呢 根据环境的障碍物 去调整速度运镜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两款无人机一样可以把传感器关闭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将无人机降得比较低 然后无人机可以贴近地面 进行飞行拍摄了 那么贴近地面时 无人机不会自动进入降落的模式 那么如果你是没有关闭传感器的话 无人机正侧到下方地面时 其实它就会自动悬停 然后呢 直接进入我们这个降落模式了 那么关闭了这一个传感器之后 对于想要在那些移动中的船降落时 是非常大帮助的 因为船呢 是一直在随着海浪摆动 所以呢 并不能一直保持稳定的这个位置定位 这时候无人机如果你可以关闭 我们传感器之后呢 就能手动的比较快速的 去降落我们的无人机了 但是还是必须要提醒大家 务必在操作时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要伤害到自己或者其他人 那么两款无人机呢 也是支持拍摄 12兆像素的电子变焦 当然R3的两个镜头的焦段呢 都能支持三倍的电子变焦 说到这里呢 你要说真正的两款无人机的功能上的差别呢 我只能说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迷你4 Pro 是可以翻转我们的云台90度 就是可以直接进行这个原生速拍模式的 但是R3呢 是不能翻转它的云台90度 只能透过选择不同的拍摄模式呢 去让我们拍摄时进行画面的裁切 变成2.7K的速拍画面 但是迷你4 Pro是利用整个4K的画质呢 去拍摄我们的速拍 所以那些比较注重速拍模式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直接选择迷你4 Pro 会更加好的 但是像我一样 基本上没什么速拍的创作者来说呢 速拍模式的确是有带我进一步去开发的一个功能 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R3可以利用中长焦70毫米呢 来进行所有刚刚提到的全部拍摄模式 之前要拍摄这个中长焦呢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的视觉范围呢会变得非常窄 但是有了这个倒车影像之后呢 一切都变得更加安全了 那么全向智能跟随呢 也可以利用我们R3的70焦段呢 去进行拍摄 带来不一样的画面的表现 尤其是如果拍摄一些平行的画面的话呢 背景的压缩感会和24毫米的这个镜头的画面压缩感 会有明显的差别 这就是其中一个提升你无人机画面感的方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就是电池续航了 R3和mini 4 Pro的长续航电池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我们不看官方说了45或46分钟续航 我们说说我真实体验的飞行续航能力的话 两款无人机呢其实都能持续飞行30分钟多一些 所以呢变成了其实两款无人机都是很好的续航能力 如果你有飞过无人机的话 你就会知道除非你是要拍摄非常多不同的地点 我这里说的很多呢可能是超过七八个地点 不然其实一颗电池还是一个地点或者是两个地点呢 30分钟呢是绰绰有余的 那么如果我要推荐的话我肯定是建议大家 购买mini 4 Pro的长飞长续航版的电池会更加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价格了 mini 4 Pro是从4788元开始起跳 R3是从6988元开始算起的 那我觉得呢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R3的飞行能力 和中长焦镜头了 还有这个mini 4 Pro的竖排模式 还有它这个非常轻的重量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视频的重点呢就是 年度最佳平民无人机呢 我的结论是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那么一直以来呢我自己都觉得是mini 4 Pro会是我的首选 但是一直到我使用了R3 真正自己上手体验了之后 我突然觉得重量其实对我来说呢不会是一大因素去影响我 决定哪一款无人机我想要携带出去的 因为我大多数飞无人机的时候呢都是驾驶去到目的地 基本上我很少时间是需要自己去背着这个无人机的 所以这时候呢反而是功能和画质决定了我选择的因素 那么我会根据不同的拍摄内容呢去利用不同的无人机得到不一样的画面 比如说我是想要拍摄一些速拍的画面的话 mini 4 Pro肯定是我的首选 但是如果是在强风地区或者是我想要拍不同焦段的画面的话 R3就是我的选择了 而你如果要做选择的话呢 一定要根据我刚刚列出的五大因素呢 自己去慎重考虑判断的 那么还有什么你们想知道的关于大疆无人机的内容呢 记得评论让我知道 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要关注我 因为接下来呢我还有更多大疆无人机的视频 那么我们下次见